靠着栏杆一排人都在向他招手 机场的阳光放肆地洒在他脸上 使他无法认清谁是谁 一片雀跃的 天雷 天雷 哎 表哥 天雷哥 的呼声越过火热的太阳向他喷来 耳朵里塞着飞机降落时空气压力还在剧烈地痛着 令他听不出来谁是谁 带着点局促 他走下扶梯 走到太阳里 离国十年 他竟忘了台北的夏天如此炎热 站在太阳里 风一吹 一个人几乎可以燃烧起来 走进他们站着的地方 他先看见了他 站在他母亲身旁 小小的浑圆的身段 圆圆脸而带个俏皮的下巴 那双眼睛不说话似在笑 而笑着时却在说话 薄薄的嘴唇勾在两个上翘的嘴角之间 穿了件浅绿的直筒洋装 却由一条细载绿腰带束出一个绝不是直筒的身段来 他不觉得他美 他不够奇长 不够白皙 不够丰满 在看了十年美国少女的他的眼光中 他够不上艳丽 但是他并没有在人群里寻缩 而先看到了他 可能是他的青春 或是那双眼睛 或是那身绿 或者 因为他一半是为了他而回来的缘故 或者是因为他站的位置 很难说 反正 他最先看到他 然后 才看到他母亲 看到他的白发 及他围驼的背 以及他父亲 看到他扁下去的嘴 及他拱起来的颧骨 爸 妈 十年来 也不是没有流过眼泪 但从不曾流得像现在这样毫无防备 或是这样毫无顾忌 隔着栏杆 他两手紧紧抓着母亲稍薄的肩 把头紧紧埋在他抽搐着的颈尖 任由眼泪争先恐后地流下来 父亲把一只手紧紧抓着他的肩 他抬起头 看见父亲的大喉结 为了控制眼泪而艰难地滑动着 母亲则早已哭得战战地 轻轻地唤着 天雷 天雷 哦天雷 你到检查行李的房间去 我们从这边转过来 他父亲说 先和大家招呼一声 这么多人来接你啊 他在母亲肩上藏匿了眼泪 再抬起无泪的脸 向大家招了招手 急剧地转过身 就进行李试去了 母亲从另一个门进来 后面跟着父亲 他又被他紧紧抓住 他摸他的脖子 尖 胰 胃开口又掉下泪来 他在美国十年 近年没有学到羊举动 没有把他母亲紧紧涌在怀里 只是尴尬地站着 嘴里喃喃地说 妈 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 为什么还要难过 你该高兴才是啊 对不对爸 死在取得援助的爱酒 就是嘛 德方 天磊回来是件喜事 你老难过怎么行呢 天磊打开箱子 他父亲事先已经打过招呼 检查人员随意翻了翻就过去了 父子两人临了箱子行李 天磊扶着母亲一起走出检查室 一大群人早已涌了过来 天磊先叫了年近九十支支拐杖的外祖母 然后见他的旧父母 小叔婶和两个表兄 两个堂兄及他们的妻室 都一一握过手 然后见义山的父母 受了大家的恭喜你学成归来 然后才转到他面前 义山 谢谢你来接我 对方微微低下头 笑着轻叫了声 天磊 他觉得刚刚飞机下降时 轻飘飘昏晕晕的滋味又涌回来了 迷糊中似乎看见对方的笑扩大了 而且样到别人的脸上 大家都把笑脸对着他 他这才定了神 他父亲请大家一起回家坐坐 但亲友们纷纷说 改天再来请教天磊 就各自坐了计程车走了 义山的父亲又上来和天磊父子握手 说 今天你们家人团聚我们也不来了 明天我与你通个电话联络吧 摩公 天磊的父亲哪里肯一 你们当然与我们一起回家坐坐 然后我们再与预言给磊儿接风 请你们也赏光 恐怕不太方便吧 你们十年没见面 一定有许多话要说的 我看还是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 让天磊休息 我们傍晚再来 摩公啊 你们千万不要客气 让我们来坐东为天磊接风 七点半在国冰 天磊的母亲还要说什么 义山的父亲接着说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一言为定 就拉着义山和他母亲走了 信义路二段的小巷 仍是那样狭窄 巷口那家山东面馆还开着 掌柜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了 巷子太小 他们在巷口下了车 付了钱 提了行李进巷子 太阳光下 上边沟里一片雾浊 凌落的垃圾 果皮 纸片 烂烂的香蕉 一球球的甘蔗渣 十多年的时间 在小巷的雾浊中 是停顿的 一切如旧 他的家在巷底 一转弯 两片红色的大门 直刺他的眼睛 鲜辣辣而没有深度的红 拖着木槿的下女来开门 不是当年的下嫂 她就愣在那里 好像是走错了人家 啊这是少爷 阿翠 她母亲说 阿翠 盲脸着嘴 叫了声少爷 十几年 没有被人这样叫过了 感到陌生的刺耳 少爷 如果 她知道 她曾在果园里 捡过苹果 不但捡 而且一日两餐 以苹果当饭 也在饭馆里 端过盘子 洗过盘子 有一个时期 曾经洗刷过 女生宿舍的厕所 她是否还会叫她一声 少爷呢 阿翠将一双崭新的拖鞋 在进门处摆好 接过行李 提进客厅去 客厅依旧是地板 但那套浅灰的沙发 却不是她记忆中的了 墙上没有一张名人字画 挂满了的却是她的照片 按着次序 按着年代 第一张 是在出国的船上拍的 到檀香山前 船上开联欢会时 她为中国节目唱 苦香 刚刚才离家 已经剧烈地怀念着 家与家人了 当唱到 我的母亲 我的家呢 哪一天 再能回到你的怀里 那一切是否能 依然无恙时 已经带着悲音 那张照片 就是船上的朋友老高 在他唱到最后一句时照的 现在还看得见 眼睛里有晃动的东西 也许是海水的反应 也许是海上的月光 也许是美光灯 一闪时的光芒 她不敢在记忆中寻索 那是否是泪光了 第二张 是到三番市之后 站在岸边和三个船友 一起拍的 远处是金门大桥 桥后的落日 桥前一只孤雁 和她一般的寻索着 她两手 身插在口袋里 捏着两个拳头 拳头里 捏的是两个希望 学成 夜旧 脸上那么勉强的笑着 好像为自己壮胆 第三张 是在一辆车子里 好像是张胖子的Buick 她一手扶着驾驶盘 另一手架在窗口上 偏过脸来 像煞有介事的望着 脸上 虽然没有刚上岸时 那种壮胆的笑 但也以没有那份期望的光彩 她记得 那是她的痛苦的暑假 梅丽刚和别人结婚 而她才读了一年 已经戴上了近视眼镜 系主任还说 她的英文太差 叫她少选几门课 起码要多读一年 而暑期工作还没有着落 借了别人的车 拍照寄回家 她要家里的人为她高兴 即使是假的 张胖子是她的中学同学 读工的 到了美国 自然不用每个假期找事 学校的实验室有工作 不像她先读英国文学 再读新闻 平时在学校的公共关系 是做点事 勉强负了自己的食宿 一到夏天 就像一条失去了窝的野狗 四处乱钻 找个欺身之处 她现在记得 那个夏天终于找到了事 是每夜开运兵的大卡车 来往于三凡市 与卡梅尔之间 像一节火车那样长的卡车 从夜里十二点 开到清晨五点 世界在平安的熟睡时 她却绝望地醒着 睁着布满红丝的眼 望着崎岖的山路 不是山脚下 罩在清雾里 蓝得叫人晕睡的海 而在她的背后 是几千斤令人僵直的冰 在她的身前 是几十层叫人心寒的俊颜 她心里烧着绝望 愤怒与不甘的火 慢慢地爬着 开着 行着人间最寂寞的挣扎的路 戴着博士帽的那张最大 手里的一卷纸 裹得有多少泪 多少醒悟 只有她自己知道 脸上的笑 则是为了对家人 对朋友 对未来的出国者而笑的 也许一切苦难 一切的独守寂寞 都是值得的 有人会这样想 但是到底值不值得 抛弃一切 而渡海到黄金国去呢 她觉得不 但是她不会告诉任何人 说了也不见得有人听 心里的话是说给自己听 人家只听嘴上的话 毕业照边上 两张小的都是做了事以后拍的 不是学以致用 在报馆做事当记者 像她当年想的那样 而是在汽车保险公司谋生 写保险单 某某人几岁 妻子儿女几人 职业 汽车的年份跟型号 一天写几十份类似的东西 同事都是高中毕业生 或大学读了一两年 跟不上而出来做事的 她是唯一的顶呱呱的博士 因为是博士 所以一开始就是七千元一年 一个人在芝加哥生活着 当然很够 台北那家 她就日坐过一阵子的 报馆找她回去 给她很好的职位 被她拒绝了 不是为了美金与台币的差别 为了什么呢 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不敢分析 那是不是为了 依景荣归 这四个字而不愿回去 那张照片 就在保险公司大楼前照的 维俄的大楼 最新的螺旋形的建筑物 挺立在浩荡的密西根湖前 在保险公司做了一年之后 平板无味的生活 迫着她另寻出路 正好有一个不知名的学校 找人教中文 她就去应征了 新闻博士 开始教小学程度的美国大学生 如何发音 如何认最简单的中国字 想教牙牙学语的孩童 如何说话一样的乏味 最后寄回家的那张 就是她和九个美国学生 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找的 一件咖啡鞋纹上妆 一条西装裤 一支咖啡色功倍的 英国制烟斗 俨然是很有成就的样子 但也仅是样子而已 刚去过时的两个希望都实现了 学已成 业已就 但是 这个成就应该如何衡量 而又用什么去衡量呢 你妈妈这几年啊 就靠着墙上这些照片活着 一天看上十几遍 她父亲站在她身后说 你爸爸就说我一心一意 只在你身上 把她啵都撇在一边了 她转过身来 面对这世界上 唯一对她没有计算 不会因她成功而爱她更多 也不会因她失败 而爱她较少的两个人 依然的说不出话来 李家太久太久 连最亲的情感都显得陌生了 她很想扑入他们的怀里 放声痛哭一顿 但是她不敢 年末的人什么梦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 就是他们的子女是快乐的 她不能用眼泪 冲碎他们的梦 她说 妈 你这样想我 那我就不回去了 那怎么可以 她父亲忙说 你在那边已经有了事业 有了地位 怎么可以随便放弃 我们虽然想念你 希望你长住下去 但我和你妈妈 绝不会为了一点私情 妨碍你的前途的 前途 她要的是亲情和爱情 为了这 她任何时候都可以放弃 只有她自己知道 有多么远大的前途的 但是她怎么能对他们说呢 她哭笑了一声 爸 我是说着玩的 你看你 儿子刚回来 你就端出老子的架子来了 老子的架子 当然是要在儿子面前端出来了 不然 不然怎么会成老子呢 她父亲打了声 哈哈说 阿翠 你要什么 哦 少爷的洗澡水 已经装好了 哦好 你把少爷的东西 拿到她房里去 她母亲说 你去洗个澡吧 天类 我看你啊 整件衬衫都湿透了 你从前没有那么怕热的 妈 从前好像也没有那么热啊 还不是一样 大概你在有冷气的国家 待久了 不习惯 她父亲说 美国的家庭 家家都有冷气吧 她诧异的访问 爸 你听谁说的 我这样猜想的呀 说明文杆 家人 我不许 没人 我说 我这样子 想